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维利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APP导人 大家都知道其实手机可以帮我完成很多工作 当中就需要Apps来帮助我们 所以在APP导人系列里面 我就会介绍一系列的Apps 来帮助大家还有教大家如何使用 这一集我想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 Hagapedia Hagapedia在App Store、Play Store 还有华为AppGearly都可以免费下载 我会把下载的链接放在资讯栏中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载来试用 打开Hagapedia Go 你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选择语言 然后开启你的Notification 这样一来每当有什么大减价或者是优惠的时候 你就会马上收到通知 这个APP有五个界面分别是 Deals、Fourger、FIPDeals、PriceTracker以及Profile 接下来我将会重点这场前面三个的界面 首先是Deals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系列商品让你选择 如果你在下面点击该物品 比如说看到有什么offer的时候你点击那个物品 它就会跳到相应的Apps 或者显示那个平台出售的价钱 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各个平台在办怎么促销活动 例如7月7号、8月8号等等 在这个界面的上半部分你可以看到产品的分类 比如你想知道各种饮料的价钱 你就可以点击Beverage 然后选择你想要的产品 例如Hunter Plus 然后它就会显示那个商品在各个购物平台的价钱啊 如果你想要以优惠的价钱购买一些商品 你就可以在有关物品的右边点击加的符号 然后回到主页打开Price Tracker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你想要购买商品的价钱 在这里我建议大家添加时常会买的东西 比如日常用品 这样一来你就不需要每次去搜寻有关的商品 也可以帮你节省很多时间哦 如果有什么特别优惠的话 你也可以马上收到通知或者是提醒 刚刚告诉大家的都是网上的售价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实体商店的browser 在界面的右上方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再选择browser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在马来西亚实体商店商品的价格 然后你可以避免去商店拿browser 这样一来不但方便还很环保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啦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帮助到你的话 请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不要这样链上你的share跟like好不好 还有记得关注我们 HUNTA新闻的Facebook Page和YouTube Channel 我们每个星期三都会播新的东西哦 再来就是防疫期间 大家记得乖乖待在家里 不要再出门了 真的很危险啊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Peace out